接下来让我们有请Abbie老师掌声欢迎她 谢谢 北极守护者联盟团队有一个总部 圣诞老人是他们的头 在总部里面有一个大地球 他们可以从大地球上看到全世界孩子们的动向 比如说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小亮点 在地球上标明出来 中国的孩子们也都全都有的 有一天北极总部拉响警报出事了 于是圣诞老人就赶紧跑去看看怎么回事 他发现了噩梦的首领石虫人 开始攻击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 他那个黑色的魔爪就开始包围整个的地球 他就知道出事了 他赶紧去把所有的守护者都召集在北极总部 第一个被召集的就是你们掉了牙之后 谁来拿 牙仙 对了 首先牙仙来了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在你们的梦里面撒金沙的那位 莎莎 莎莎来了 她长得特别可爱 她来了 第三位就是复活节给你们扔彩蛋的那个 对兔子 复活节兔子来 她长得非常英勇高大 这个月亮的光一下子照在了那个大地球上面 月亮人说啊 我要选出一个新的守护者 我们一看啊 所有的这些守护者啊 都在想会是谁呢 结果出现了一个形象 这个形象叫杰克动人 杰克动人是谁呢 在冬天冰天雪地里面啊 就是因为杰克动人 所以呢 他才会有冰啊 有雪啊 打雪仗啊 这些所有好玩的事情都是杰克动人变出来的 杰克动人天生喜欢跟孩子们玩 但是没有多少孩子认识他 别人都看不见他 他很苦恼 有一天他就问月亮人说 你说你呼召我 但是我连我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 我是从哪来的我都不知道 连小朋友都不相信我 圣诞老人呢 和这些所有的守护者 把杰克动人请到了北极总部 开始游说他说你来当守护者吧 但是杰克动人他天性的比较散漫 我才不在乎当什么守护者呢 但就在这时警报又拉响了 哪里出事了 牙仙的城堡出事了 他们赶紧赶到城堡之后发现 石虫人把所有的小牙仙 全部都掳走了 那现在呢 没有牙仙去收集全世界各地 孩子们的牙齿 所以世界各地的孩子们 开始不相信有牙仙了 北极总部的大地球 上面的小亮点就一个一个地消失了 那缺了孩子们的相信呢 这些守护者们 他们感觉到浑身无力 牙仙呢 他的羽毛一开始往下掉 然后整个牙仙的城堡 就开始分崩瓦解 这个时候 圣诞老人觉得形势不对 杰克洞人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必须加入我们 我给你交换个条件 你加入我们 我们来帮你找回 你真正自己是谁 于是呢 杰克洞人答应了 我就加入你们 你猜怎么着 没有牙仙 开始剪牙齿了 所有的 圣诞老人呢 杰克洞人呢 还有 复活街兔子啊 还有莎莎 他们开始帮助 牙仙收集牙齿了 结果呢 他们一个个都是高手 你想想 圣诞老人是不是 在圣诞节那天晚上 要把礼物送给 全世界各地的孩子啊 所以他们的动作非常快 结果呢 石虫人的诡计没有得逞 大地球上的亮点 又一个一个地亮了起来 大家又相信了 又牙仙了 这个时候呢 石虫人不高兴了 他说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于是他开始从 他最害怕的一个人物下手 石虫人最害怕莎莎 因为莎莎是美梦的代表 石虫人是破坏孩子们美梦的 他开始从莎莎入手 从背后攻击莎莎 他的黑色的剑一下子刺透了 莎莎的胸膛 莎莎金色的沙子 一下子就慢慢开始变成黑色了 就尽管是杰克动人 多么奋力地去抢救莎莎 都没有能把他救回来 圣诞老人呢 这伙人就开始给莎莎 举行了一个葬礼 所有人心中都有 说不出来的痛苦 但就在这个时候又出事了 拉响警报 哪里出事了 今天就正当是复活节 兔子的老巢出事了 他们赶紧从地底下挖个洞 一起大家都钻进去 到了兔子老巢 发现石虫人 把所有的兔子的彩蛋 都破坏掉了 于是那孩子们 去找彩蛋的时候 找不到啊 找不到 就开始不相信兔子的存在了 兔子心里非常非常难受 与此同时 他们又丢了一个人 杰克动人不见了 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他被石虫人 引诱到自己的根据地去了 石虫人想说服杰克动人 成为他自己这一伙的 然后一起来对付其他的守护者 但是杰克动人说 不 我绝对不加入你那一伙 结果呢 石虫人为了让他加入 他拿了一个小牙线 攥在手里 你要是不加入 我就捏死他 杰克动人举起自己的魔杖 要对付他 石虫人说 你把魔杖给我 我就把牙线放了 结果杰克把魔杖给他之后 没想到石虫人 一下子把他掰成了两半 牙线他也不放 一下子伸手把牙线 扔到了对面的山里面 杰克动人伤心极了 这个时候呢 他来到山里 只有小牙线跟他作伴 小牙线做了一件对事 他为杰克动人找到了 他童年时候掉的所有的乳牙 你知道吗 你的每一颗乳牙里 都包含着自己对童年的记忆 小牙线说 你赶快打开 打开你就知道你之前是谁了 杰克一打开 一道金光 一下就冒出来 他就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他发现他竟然 之前是个人类 他还有家 有家人 有一次 因为他要保护自己的妹妹 他自己掉到了冰窟窿里面淹死了 还是月亮人把他唤醒 把他变成了一个精灵 叫杰克动人 杰克动人立马就知道了 原来我天生就是一个守护者 当找到真实的自我之后 他身体里充满了力量 把魔杖捡起来 又愈合在一起 这个时候啊 石虫人没闲着 他走遍全世界 把你们所有相信的亮光 全都一个一个地捏碎 让你们全都不相信 守护者的存在了 全世界各地 只有一个亮光还亮着 那这个小亮光呢 就是一个小男孩叫杰米 他在自己的房间内 抱着一个小兔子 然后就开始说 你告诉我 他们都是真实的 你告诉我 你如果不给我发生点什么事 我真的就没法再相信你们了 杰克动人及时赶到 让他的卧室里下起了雪 杰米突然间相信了杰克动人 他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小朋友 也是他第一个相信了杰克动人 他立马看到了杰克动人 正站在他的面前 他们俩都太高兴了 现在呢 只有杰克动人 有能力去抵抗石重人 但是呢 一轮交战之后 杰克败下阵来 他发现石重人的力量增强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如果孩子们越害怕石重人 石重人的力量就越大 杰克动人想不能这样 我不能让孩子们害怕他 于是他团了个雪球 开始往石重人身上扔过去 开始跟他玩打雪仗的游戏了 然后你想想在战场上 他开始玩游戏了 所有的守护者们 还有所有的孩子 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孩子们站在那里说 我不再害怕你了 石重人非常非常生气 他命令所有的恶灵 黑色的恶灵 全向你们身上哗扑过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团金色的亮光 保护了孩子们 所有的守护者们眼里 迸发出来希望 你猜谁回来了 莎莎回来了 莎莎回来了 莎莎非常厉害 三下五除二就把石重人给收拾了 这个时候啊 整个夜空之前呢 是充满了恶灵的黑色 现在整个夜空啊 都飘着沙沙的金色的沙 这个时候呢 圣诞老人当着所有孩子们面 当着你们大家的面 给杰克动人宣誓 你愿意加入守护者联盟 成为孩子们的守护者吗 杰克动人说什么 愿意 他说我愿意 这个时候啊 杰米走出来了 杰米说 杰克杰克 如果你们走了 我们又害怕了 我们又开始不相信了 怎么办 杰克动人呢 就拍拍他的肩膀 说 你不要告诉我 太阳出来 你就不相信月亮的存在了 你也不要告诉我 云彩遮住了太阳 你就不相信太阳的存在了 我们永远活在你们的心里 每一个人的心里 只要世界上 还有一个孩子 相信守护者们 他们就有能力 战胜石重人 我的故事讲完了 谢谢 谢谢 谢谢艾比老师啊 其实这个故事 我看到的孩子们听的时候 都非常入神 对不对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喜欢 好 现在准备好 你们手上的表情牌啊 准备了 喜欢这个故事吗 来 请亮牌 所有人都是大笑脸 好 谢谢 问老师几个问题好吗 好 休息 艾比老师 说实在的话啊 比如说像牙仙啊 像复活节的兔子 这些形象 跟中国的小朋友们接触的 还是比较少的 那么选择讲这样的故事 是会有难度的 那您怎么样 让孩子们去接受这些形象 让这些故事 深入到他们的心中呢 其实虽说这些形象呢 不如黑猫警长啊 小哪吒 那么熟悉 对于中国的孩子来说 但问题是呢 爱是相通的 所有相信的力量 还是相通的 那所有的故事 传达出来的是 一个全球性的情感 那这个情感 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 肯定不会陌生 谢谢 今天这个故事呢 我相信艾比老师 也是想把爱 传递给现场的 每个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你们找到艾了吗 找到了 好 那么掌声送给艾比老师 好不好 谢谢